好我们今天呢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内容就是SNMP 那么我说过呢就是咱们第一次课讲的那些东西呢都偏底层一些 就是更偏底层比如说像ARP、SNP、UDP、DHCP这些都是偏底层的 那么其实跟自动化没有什么特别多的关系 应该说跟自动化没有什么特别多的关系 那么更多的可能是跟一些渗透测试跟一些安全这些有一定关系 当然呢你也可以把它当成工具来做一些扫描啊探测啊也是可以的 比如说你想打一下DOS啊制造一些攻击啊 比如说你要让你的比如说你给客户展示一下攻击 然后呢用一些交换机的安全技术来防御他也行啊 反正呢更多的是偏底层的更多是偏渗透测试这一块的 从今天开始慢慢的就到慢慢偏上涨了啊 然后呢就跟自动化运维就比较有关系了啊 上来的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 我说过在这些所有协议里面的传统在传统的这个自动化这些协议里面最重要的对SNP 当然呢肯定有一个比较更重要的但是这个课里面不讲至少这个经典协议不讲 就在HTTP我们会在Devlet里面来讲HTTP啊那个更为重要一些 但是呢他不属于经典的这一块啊 经典的自动化呢其实跟HTTP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关系 主要还是一些通过SNMP啊Syslog啊SSH啊TEL的它相关的啊 请注意啊其实要要说还有一个协议比SNMP重要呢肯定有 那就HTTP但是不在这儿讲 我们会在Devlet里面来讲HTTP啊 所以在这个课里面你要说虽然最有很多的协议都很重要 但是你要说最重要的应该就在SNMP啊 今天我估计会花半天多的时间来进行介绍啊 半天的半天多时间啊今天来进行介绍我们来看一下啊 而且今天呢我还要做一个呃实战 其实呢这个课里面一直都有实战 基本上每一个课呢我都会做一些相应的实战 每一个协议基本上都会有相应的实战啊 SNMP呢这是稍微改了一下 以前的那个实战呢我讲的是呃 呃放到circlelight里面去来做一个绘图啊 以前是有个实战的啊就是把数据写到数据库 这个数据库呢是circlelight的数据库 然后呢用这个啊绘图工具 Metaport啊来绘图那么大概就是 当然这个图呢是那种绘的那种静态图片啊 啊OK就是以前的老的实战那么这一次呢我要把这个实战呢稍微改一改 应该这个啊我要把那个实战呢略微我把实战的略微改一改 OK把它做成这个用这个更加流行的数据库用这个inverdb 然后呢呈现的时候呢用grafana来呈现那么换一种更加时髦的更加实用的一些技术 啊当然我觉得这个这种会静态图片的这个技术还是需要学的 我的大量的作业呢其实都是让你会这个图啊这个也非常有用 那么呃想想你们每周我都会发一个周报那么周报呢就是通过邮件发给你们的里面就会有图片啊里面就会有图片 那么呃这些图片呢呃就其实比如说一些线性图柱状图其实就用这个来绘的 然后会完之后呢通过邮件啊发给你们就说呢这种绘制静态图片 这是纯的静态图片的这种能力也是需要学的 因为在一些邮件里面那么你会用了他就是发邮件发一些图的时候 你确实需要用了他啊网页跟他也没有关系啊就是网页里面要呈现那些东西 那是用javascript来做的OK那么跟他也没有关系这个我觉得吧主要是这什么有关系啊 这种这种啊提取数据库来绘图主要是跟比如说office里面要图 word就说office里面要图一个cell里面要图 呃还有这个邮件里面要图在这些图里面需要用到他 所以说这个技术呢还是需要了解的所以说我很多作业是跟这个有关系的OK 那么呃现在呢我们今天呢我们要把它改改一个实战改一个更加实毛点的啊 更加实用一点的啊一个一个数据库和一个呈现方式 数据库呢用这个InfraDB那么呈现方式呢用Rafana 一会儿我们来感受一下啊 这是比较推荐的也比较实战的啊 好下面呢我们来介绍SNMP 好我们来说一下SNMP 我们先来介绍一下SNMP的理论SNMP是什么呢叫简单网络管理协议 应该这么说呃传统网络的网管基本上就主要用SNMP来网管主要吧 啊那么你想想啊如果说你玩过一些网管软件比如说思科的老一点的叫Cisco Works 呃然后呢新一点的叫PI 那么或者说叫最新的DNA它其实都会用到SNMP 那比如说你用到一些第三方的比如说 PRTG比如说Zorawind 呃或者说现在比较新的Splank啊 基本上啊他们都会用到SNMP啊 简单网络管理协议它应该真的是在传统网络里面用的最普遍的一个网管协议了 咱们说传统网络啊用的最普遍的一个网管协议了 至少在中国我觉得大部分还是在传统网络里面的啊 SNMP还用的很多的 而且还有一点SNMP特别成熟很多很多年了 而且它效率比较高啊 呃他刚才说比较成熟呢就是说 那基本上吧你要采集的那些指标啊 你想采集的指标SNMP都是可以帮你采的 特别像思科那个文档啊啊 还有这些MIB的库啊都比较全啊 网上也比较好查 基本上什么都可以用SNMP来采集 技术比较成熟 而且它其实效率也比较高 OK所以呢传统网络我觉得SNMP还是一个比较主要的啊 这么一个协议好 下面呢我们来看一下简单网络管理协议 它有两个功能 第一个呢是监控啊网络设备监控网络设备呢简单的说 就是说它会轮巡 它会按照一个周期去轮巡我们的网络设备 我们的路由器啊交换机啊防火墙之类的东西 然后呢把它感兴趣的那些指标那么采集过来 那么这叫monitor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 呃如果出了任何样的问 出了相应的问题 它会主动的去推送一个事件 那么这叫trap啊 然后呢来警告我们的管理员要注意 说比如说利用率高了呀 说接口当了之类的东西 好两个啊所以说呢 其实从第一句话理论之道 它有两个功能 第一个是我们的网管中心周期性的去轮巡把数据拉过来 这是一个 还有一个呢网络设备如果出了一些问题 它会把它的事件推出去 两种功能都是可以支持的 好然后呢SNMP的三大组件 一个叫做SNMP的Manager 一个叫做Agent 一个叫做MIB 叫做管理信息库 OK好下面呢我们就来介绍一下这上个东西 那么这个Manager 我们来看一下啊 Manager呢就是网管中心 那么就是刚才我去说了一堆的这些网管软件 比如说斯克的PI啊 以前的Sysworks啊 或者说PRTG啊 或者说Sorawind的呀 反正那些网管软件嘛 华为也应该有自己的网管软件 反而基本上现在传统网络的网管软件 几乎都是SNMP的啊 至少主要用SNMP啊 主要用SNMP 它可能还会用一些其他协议 但是主要用SNMP应该还是比较 还是比较正常的啊 当然今天呢 今天呢我们的Python 其实就扮演着一个Manager的角色 我们的Python啊 今天的Python就扮演一个Manager的角色 然后呢这个Agent就是各种网络设备 铺器啊交换机啊防火翔啊啥啥啥啥啥啥啥 就是反正网络设备啊 基本上都支持SNMP 那么网络设备呢 叫做这个Agent 好还有一个玩意儿呢 叫做这个这个听起来很奇怪啊 叫做管理信息库 MIB管理信息库 管理信息库是啥呢 那我们来介绍一下啊 这个确实是比较重要的理论啊 管理信息库 好我们来看一下啊 这是我们的Manager 然后呢这是我们的Agent 好然后呢他们之间通讯的时候呢 通过SNMP SNMP呢分为 你看一下主要有一种是 拉配置就是他主动过来 把配置拉过去 还有一个呢就是你主动把这个 推出来 那么推出来呢叫trap 这是主要叫trap ok 拉呢主要是get get ok get 当然呢还可以 就是还可以去写入 看啊可以是get 也可以是set set就是说呢 我主动去把理去做一些修改 那么有时候最简单的三种行为算是 get得到什么 set写入什么 或者修改什么 trap就是由Agent 主动推出来相应的实践 好说完这个之后呢 下面呢我们来介绍一下管理信息库 MIB MIB 管理信息库 管理信息库呢是一种 数状结构的数据库 大概就这样 数状结构啊 画一个大概数状结构的数据库 好数据库 这么说嘛 每一个夜节点 就是最终 末梢的那个节点 就是一个可以被查询的资源 比如说 比如说这个就是CPU的利用率啊 每一个夜节点就是一个可以被查询的资源 好 然后呢每一个节点都有一个唯一标识的ID 都有一个ID来标识这个节点 比如说这是1 比如说这是102 比如说这是3 比如说是78 比如说是2 比如说是5 比如说这是3 比如说是4 比如说是66 比如说是101啊 每一个节点都有一个唯一标识的数字和一个名字 当然就是既有这个ID也有名字 它有一个名字 可以一下 后面我们 后面我们可以去看一看 后面还可以有一个名字 OK 好 那么 MIB是数状结构数据库 有很多节点 每一个节点都有一个ID和一个名字 每一个夜节点表示一个可以被查询的资源 OK 那好 比如说我们的Manager要查询CPU利用率 他就只需要把这个路径上的这些节点 1 102 2 101 然后呢把这一串ID 把这一串ID 那么发过去 OK 那么这串ID叫什么呢 叫做什么呢 叫OID OID OID Object ID Object ID 对象ID OID 名字叫OID 有时候呢通过SNMP把这个OID 然后发给这个Agent Manager 把它把这一串OID 发给Agent Agent呢就会去找1 102 2 然后101 然后呢就提取CPU利用率 然后呢就把它反馈给Manager 那这样的话Manager呢就得到了相应的CPU的利用率 可理解啊 首先了解MIB 是一个数状结构的数据库 每一个节点都有一个唯一的 都有一个ID 不能叫唯一的ID 叫ID OK 都有一个ID来标识 其实不仅有ID 其实也有名字 每一个页节点是一个可以被查询的资源 比如说这个节点是CPU 那好 这个时候呢Manager要得到CPU利用率 他通过SNMP发送一串OID 那比如说E1022 然后呢101 然后呢发到Agent Agent呢就知道啊 这是 他其实他其实不知道这个CPU利用率 他只知道说E1022 101 好这个里边是个数 对吧 那好我就把这个数呢发给这个Manager Manager得到这个数之后呢 他就知道啊他已经得到CPU利用率了 可以解一下意思啊 好 这叫MIB MIB 通过MIB去查 这个数据库去查找相应的资源 然后呢把资源回馈给Manager Manager 就得到相应的资源了 OK 这就是MIB管理信息库 好 再回顾一下啊 三个 三个 这个组件 一个是Manager 今天呢我们的Python呢扮演的Manager 然后呢Agent就是各种网络设备 MIB呢就是这个树状的这个数据库 叫管理信息库 然后呢 行为呢 其实主要是分为由Manager始发的行为 就是Manager始发去始发的行为 还有呢就是由这个Agent 网络设备始发的行为 好 网络设备始发的行为呢 主要叫Trap 就是有什么事呢 他把这个事推出去 然后Manager始发的行为呢 最经典的最经典的两个 其实不止 有时候我们会讲七种武器 那么会讲七种行为啊 七种操作啊 但是 如果说把这个事说的简单一点 不要说的太复杂 那么 主要就是Get 就是Manager始发过来 得到相应的数据 然后SetManager始发过来 要写入或者修改某些数据 OK Trap呢就是由Agent始发的 叫Trap 好这个没问题啊 当然这个行为不止这三个啊 以后我们会讲经典的七种啊 我管这玩意叫七种武器啊 好 下面继续介绍叫Community 在说Community之前呢 我们先说SNMP的三个版本 版本1 版本2C和版本3 你就版本1版本2版本3吧 就可以了啊 版本1版本2C和版本3 好 我来给你解释一下啊 版本1和版本2C 他们可以认为是没有安全性的啊 基本上可以认为是没有安全性的 那V3不一样 V3提供完整安全性 就是啥安全性的功能都有 那么V3呢 我基本上说是几乎 我觉得我认为它没有安全性 那么但是有一点点 就这个Community 就这个Community Community呢 你可以认为就是一个密码 你可以认为就是一个密码 啊 这种密码呢 分为两类啊 你看就跟密码一样 它分为 它分为两类 一类呢 叫做子读 一类呢 叫做读写 一类叫子读 一类叫读写 啊 比如说呢 呃 有一个子读的密码 Community 啊 一个叫读写的密码 Community 那你只要输对了子读这个Community 这个密码 你就可以对这个设备进行读的操作 读取的操作 如果说啊 你知道这个读写的Community 这个密码 你就可以对这个设备 既可以去读它的相应的资源 也可以去写入相应的 或者修改相应的东西 OK 那么我为什么说它几乎 没有完全性呢 因为这两个Community 在网络传输过程中 是纯明文传输的 纯明文传输 只要抓包就露了气了 啊 就就露馅了 OK 还有一个更惨的 有些网络设备 啊 我记得刚刚我才开始工作的时候 有我经常调三抗的教育机 三抗的教育机默认 已经激活了 read-only的Community为Public read-write的Community为Private 而且是默认激活的 真是我觉得当年我要花很多时间 先把它给干掉再说 这是很啊 很严重的安全隐患啊 Community 啊 所以说基本上吧 我认为V1 V2是完全没有安全性的 可以认为完全没有安全性 但是呢 其实V1V2用的比较多 今天演示的时候呢 我大量也是用V1V2来做 V3也可以啊 V3也有代码都可以啊 我给你解释一下啊 那么基本上呢 你要用V1V2 一定要用独立的网管网络 就是专门独立的代外网管网啊 在这种独立的外网 这个网网网里面 我觉得你用V1V2呢 没有什么特别大的问题啊 还是可以的 其实很多人也用V1V2 他有独立的专门的一个网管网络 这个其实没有什么问题 呃 但是呢 如果说你没有独立的网管网络 你是一个带类网管 就是你的生产网络和你的这个网管网络 是走在一起的 可以见吗 这种情况下 我我就特别不建议你了 这就很容易出问题了 啊这个时候呢 如果说是带类网管 如果说生产网络和网网网网 走在一起的 像我们公司就没有什么 什么网网网网 就是生产网网上网的流量也是这么走 然后网管流量也是这么走 都走在一根线里面 这样带类网管 这种情况下呢 你就别用V1V2了 就很危险了 你应该用V3啊 V3的好处就在于全安全 什么叫全安全呢 他既认证 也加密 也做完整性校验 那基本上三大件 基本上都齐了 认证也有 完整性校验也有 加密也有 SNNPV3 OK 好你看啊 提供完整性 提供认证 提供加密 反正就是都齐 如果说你要安全性 如果说你的带类网管 那我觉得V3就只有它了 OK 好 那么这是一个简介 那么紧接着呢 那我们来介绍一些基本操作MIV 那我们来介绍一些基本操作MIV 好嘞